差不多最新消息 有一架幻象2000 今天晚间 疑似是因为轮胎刹车器失效 要求在花莲的基地来降落 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花莲机场的最新状况 那么因为安全的缘故 准备了拦截网 确保这个战机在降落的时候的安全 那么这辆幻象2000 在降落的时候 没有能够完全停住 是在慢速的状况之下 被拦截网拦停 最后才能人机平安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